新闻时事报为您播报 根据综合塔斯社今日俄罗斯等媒体的报道 因驾驶舱挡风玻璃出现裂痕 一架波音737客机准备进行紧急迫降 机上载有173人 据报道 俄罗斯北方之星航空公司的这架客机 原定于从俄罗斯新西伯利亚飞往北京的海南省三亚市 机组人员发现驾驶舱挡风玻璃出现裂痕后 决定在克拉斯诺亚瓷茨克机场紧急迫降 另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报道 机上173人中有166人为乘客 7人为机组人员 客机定于新西伯利亚当地时间4日下午5点半 北京时间4日下午6点半迫降 飞行长准数据显示 俄罗斯北方之星航空公司 当天从新西伯利亚飞往中国三亚的航班 仅有这次外7515航班 该航班于当地时间4日12日48分 从新西伯利亚起飞 原定预计于今晚19时55分抵达三亚凤凰机场 飞行里程为4672公里 机型为波音737-800 飞机机灵为16.9年 目前这架飞机正在机场上空盘旋 以便在着陆前消耗燃油 消防车和救护车已经现场待命 以上是柳晨为您播报的新闻时事报 感谢收看明镜电视 小艺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